欢迎收看3月3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世贸月周期补选在昨天尘埃落定 国阵候选人扎卡利亚以1914张的多数票击败对手 成功为国阵重夺有关一席 首相敦马迪为此就坦言 西蒙会在这场补选吃败仗 除了是因为巫统和一党联手合作 其中还因为人民不满西蒙从509至今 还没有办法兑现竞选承诺 顿马今天出席活动后说 西蒙在第14届全国大选赢得世贸月周期是因为当时巫统和一党不合 但他指出虽然西蒙败选 但西蒙在补选中获得的选票已经比全国大选时来得多 他认为败选的原因除了是巫医合作 人民也开始对西蒙产生一些负面想法 这其中也包括有心人士刻意挑衅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出席跑步活动后也说 随着西蒙败选 他们将等着看国阵如何实践竞选诺言 我们接受人民的这个决定 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决定 当然我们在看那个国阵怎么样实现他们的诺言 尤其是他们一些走出性的那个宗教集团的那个声明 另一方面 时事评论员陈亚才接受本报访问时也说 西蒙在世贸月补选败选 是过去几场补选中士气和形象最受打击的一次 西蒙应该视这场补选为警惕 因为选民已经透过选票表达他们的不满 西蒙在这方面似乎马来选票方面没有起色 所以这个对西蒙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 就是说在形象上在这种整个执政的执政的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当然这个打击也进一步会牵连到 接下来这个西蒙的政策怎么样推行 他认为如果政府继续默示选民的感受 没有落实人民期待的政策 只会让西蒙在下一届大选的前景不乐观 国政是随着一月在新马轮国席补选胜出后 昨天在世贸月补选再度暴劫 国政巫统候选人查卡利亚得票19780张 西蒙土团党候选人艾满则只有17866张 至于独立人士关志廷及社会主义党的聂阿智 则因为得票不足总选票的八分之一 安贵金将被没收 中国回族美女杨晓彤因为网恋嫁到马来西亚 在婚后才得知 加翁是霹地州的行政议员兼前州大臣妮查 那杨晓彤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 自从结婚后看见从政的加翁妮查 从早到晚都会忙个不停 因此他不鼓励丈夫从政 来自西安 现年28岁的杨晓彤曾经在马来西亚留学 他在10年前通过社交媒体认识在叙利亚留学的沙克林 过后通过聊天软件远距离恋爱 两人如今已经结婚6年 还遇有一名聪明可爱的女儿 谈到两人怎么相识 杨晓彤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搞笑的这样说 她在家翁妮查子说 她从来没有反对过这段异国恋情 她从来没有反对过 所以她从来没有反对过 没有,我妻子都认识了 我们也认识了 然后我们设定了 我们可以去中国 所以我跟其他弟弟和弟弟去中国 然后我们结婚了 英语了 被问到杨翁是一名政治人物 杨晓彤今天接受访问时就说 这虽然是一件荣耀的事 但她不希望丈夫从政 只希望丈夫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她和女儿身上 共享天伦了 她也提到 杨翁莫哈莫尼查知道她懂得中文 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求助她做中文翻译 以便在政治场合或官方中国时 可以用中文发言 接下来先来带您看一则旅游资讯 换个看点 那政府在去年提出废除死刑的决定后 引起民间的不满 昨天晚上在槟城大三角举行的 反对废死座谈会和签名运动上 就有超过500人签名反对 其中还有两个人落发 以行动支持反对废死 这项活动是由爱心基金 反对废除死刑公委会及社会工作者举办 其中两名支持者王岐翔和陈汉荣 当场剔掉头发 以支持反对废除死刑的运动 主办单位到每一桌收集签名时 也获得民众踊跃支持 更获得超过500人签名 行动党南美援支部主席于万祥 及常服务员支部主席林静和 也在活动上宣布 两个支部一致通过反对废除死刑 他们也促请行动党的其他支部 站出来响应废死 向部长及议员们传达人民的心声 一名华裔男子为了掩人耳目 惊人在神庙旁经营淫窟 警方追查多时候总算在昨天上门倒破 另外沙南大道路段间 早上发生了一起罕见的意外 埋在地底的铁条突然弹出路面 造成至少15辆车爆胎 带您看一组社会新闻 警方在昨天凌晨12点45分 兵分三路到马六甲三个地区展开突击行动 一举逮捕了42岁的李信华裔首脑 他的太极女友和一名巫裔男子 并成功营救两名被逼卖淫的太极女郎 据了解 嫌犯是从贩卖人口集团引入两名太极女子 还把他们推下海当摇贤述 嫌犯还租下两个住家单位 一间用来禁锢卖淫女郎 另一间则用来进行性交易 其中一间淫窟竟然还设在一所神庙旁 企图掩人耳目 镜头转向雪州沙南 今天早上8点多 沙南大道第50.8公里出现了超过3公里的车龙 原因是埋在大道路段地底的约50尺长的铁条 今天早上突然弹出路面 造成至少15辆车碾过后爆胎 显向还生 幸幸的是 车主及时刹车 也没有发生连环相撞 事发原因不排除是因为重型罗里驶过 才会造成铁条弹出路面 警方随后也紧急封锁部分路段 承包商也到场从铺利新和修补道路 到了中午12点 交通才恢复顺畅 那这边乡有道路意外 那边乡却有人罔顾安全 在马路上演飞车的玩命特技 在槟城北海外环公路 两名摩托骑士共骑着一辆摩托 展现双人重叠的飞行驾驶特技 令人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双手驾驶着摩托 只用一只脚站着平衡摩托前进 利弥男子则扶握在摩托座位 双脚后扬 网友们纷纷释责 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 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酒后驾驶的意外 在全球各地都实有所闻 那为了阻吓罪驾的惯犯 台湾交通部近期就着手研究 加重罚则 并与殡仪馆合作 安排最佳的惯犯参观 殡仪馆馆看死者的遗体 希望在灵堂上课后 可以为他们带来震撼教育 台湾每年检控超过10万宗酒驾案 为了阻吓罪驾的惯犯 台湾交通部除了进行强制休息驾驶课程 也会安排惯犯参观殡仪馆看遗体 并让他们在布置成灵堂的礼仪厅上课 预计最快在本月底就会实施 这项做法是为了让罪驾的惯犯了解酒驾抽货的伤害 并产生警惕之心 学员如果拒绝上课 还会接获补课的通知 及罚款1800台币 也就是约237令吉 再拒绝上课的话 严重者将会直接注销驾驶执照 其实早在三年前 泰国警方也出过这个起招 安排百名罪驾者 到医院停尸间及急诊室打扫 以达到警戒作用 大麻歌手李信尼在去年六月在香港宏馆连开两场的演唱会后 昨天晚上总算如愿回马开唱 那出身音乐世家的李信尼更把全家人都请上台担任表演嘉宾 为歌迷带来一场温馨感人的精彩演出 新闻的最后就带您一起去重温演唱会的画面 我是芝珍 祝您晚安 再会 因为我自己开演唱会非常开心 但更开心的是我可以带上我的家人和我一起表演 所以很谢谢你们 很谢谢你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